巴拉巴巴巴巴拉 巴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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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巴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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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一朝风把力圈开 一路就全被意外 当带着你的呼唤 修出百变的心态 让我们牵手 寻找未知的精彩 为了这个家远战士 英雄的乞丐 小巴车 我名字叫哥德 每一刻 车门就是为你开车 坐好服务马上出发 打开你的脑洞 就是超学先锋 Hey go go bus Yeah yeah 不论什么时候发起警报 小巴哥德马上赶到 超学先锋与你肩并肩 解决问题守护你的笑 计划就在心中 再多陷阻也不怕累 小巴车 我名字叫哥德 每一刻 车门就是为你开车 坐好服务马上出发 打开你的脑洞 就是超学先锋 Go Go Bus 就是超学先锋 不要忘记密码 游戏结束 又失败了 甜甜 你可以帮我解开这个游戏的通关密码吗 看好了 连接游戏成功 这套解密系统就是我研发的T系统 解密成功 哇 甜甜 你太棒了 你把解开了 哈哈 T系统可是我最自豪的密码破解程序了 哇 甜甜 它这么厉害的吗 那当然 我可是根据对称加密算法去研发的 什么是对称加密算法 对称加密算法 就是脚方选择一种加密规则 把一段我们能看懂的代码 转化成我们看不懂的代码 用它对信息进行加密 如果乙方要解密的话 他先要找到这种加密规则 然后使用同一种规则 把这段我们看不懂的代码 转化成我们能看懂的代码 对信息进行解密 啊 为什么要设定密码 如果忘记密码怎么办 小金 不可以哦 密码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的科学 由特定法则组成 对信息等进行加密保护 所以有密码可以保护我们的隐私 我的T系统什么都可以破解 是吗 让我来考考它 例如这个 柠檬 白纸 画笔 好 试试识别吧 你看 你的T系统识别不了了 嗯 这上面什么也没有呀 真的 有写东西吗 上面确实有答案哦 嗯 这上面什么都没有 我的T系统可解不了啊 田田 田田 或许我们应该去厨房 那里有你需要的解密道具 哦 那还等什么 我们快走吧 哈哈哈哈 芬奇 根据市长的要求 我已经帮数据中心更新了一套完美的密码系统 提升了安保等级 地方万一 我先把密码告诉你 啊 好的 不是 交给我吧 听好了 密码是 三点一四 一五九二六 三五八九 七九三二 三三三 三点一四 一五九二六 嗯 相信聪明的你已经记住了 嗯 月亮岛上的学术研讨会要开始了 我要关手机了 好 好的 博士 三点一四 一五九二六五三 三三 哎呀 接下来是什么呀 啊 啊 这里有纸和笔 我可以记下了 嗯 三点一四 一五 二 二 九 二 六 五 你干嘛 算数吗 哎呀 关你们什么事 我才不会告诉你们 明日岛的完美系统密码 哦 那是什么东西 伙伴们 你们在干嘛呢 曼妮莎 我们在解密隐形密码呢 嗯 除了柠檬味道外 这只是一张白纸啊 呵呵 这可不是普通的白纸 它是用隐形墨水 只要把它放在 有任务 伙伴们 看来要完成任务 才能告诉你们怎么解开了 嗯 超学先锋 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市长先生 发生什么事了 明日岛的公共设施 因为密码设置错误 出现了很多混乱事件 你好 请输入语音密码 什么语音密码 16888 密码错误 请重新输入 哦 嗯 嗯 嗯 污染驾驶汽车 什么时候开始需要密码了 哦 你们看这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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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保了 你好 嗯 请输入决击密码 嗯 什么密码 密码错误 请重新输入 还有这个 好急好急 快开门呐 快开门 密码错误 请重新输入 我快憋不住了 你们有没有觉得 这个AI语音的声音 特别像糊涂博士 小金确实是糊涂博士的声音 博士帮忙更新明日岛的密码系统 但是他连公共设施 也全加上了密码 那找糊涂博士 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唉 我联系不上博士 当我拍分歧 去到数据中心 把密码所撤掉 呃 怎么用 但他似乎 没有记住更改系统用的密码 看来有很多地方 需要我们帮忙 我们马上出发吧 说不定 我的T系统也能帮忙 各就各位 脑洞大开 超悬能量球集合 超悬能量球集合 A代表工程 R代表艺术 Mathematics代表数学 F-Legic代表运动 这一切统成了 超悬崖 加油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对啊 救救我啊 别来救救我啊 救救我啊 别着急 我们马上叫你出来 好 解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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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超学先锋 幸好你们解开了密码 哈哈 不用客气 救救我 解密成功 超学先锋 谢谢你们 我可停不住了 解密成功 啊 谢谢你们 塞拉斯 我们得去科技中心数据库 那里有明日岛各种重要的科技信息 是一个巨大的数据库 一旦它也出错 那明日岛就永远陷入混乱了 啊 只有把博士设置的密码解除 才可以真正地解决密码危机 哥德 朝科技中心数据库出发吧 嗯 哦天呐 怎么又不对 密码到底是什么呀 警告 输错密码次数过多 保护等级提高 呃 等等 不要升级 快快停下来 好的 好的 我不动 我不动 嗯 什么 这是不能通过的意思吗 哦 科技中心的保护系统升级了 没办法从这里进去 而且我的7系统 也无法连上大门的控制系统 啊 我们来看看科技中心的设计图 找一下突破口吧 嗯 我对这个小通风口特别在意 那是门口走廊 这是个突破口 我们可以尝试进入这里 从里面打开大门 这个通风口的大小 只能让一个人通过 艾迪的无人机 也许能轻松胜任 哦 很抱歉嘛 妮莎 我的无人机完全不了解密码 这种精密的操作 解密码这种事情 对我的T系统都毫无难度 但前提是 我要去到通风口 啊 田田 我最强壮的吊臂 能轻松送你进去哦 啊 哥德尔 确实很棒 你的主意很不错哦 超鞋能量 哥德变身 工程教育车 哥德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哥德 好 再靠前一点点 对 就是这里了 顺利到达了 马上就来解开大门密码 解密成功 下数据中心出发 芬奇 我们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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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Bringing 怪兽 啊 我没办法连上 我们需要一个移动的物体 吸引住雷射枪 嘿嘿 那就交给快速的小金了 谢谢小金 我的机器桶成功连上了控制台 输入错误 你只剩下一分钟思考时间 再输错 系统会自动启用一级戒备 清除明日找数据库的全部资料 什么 怎么回事 我的机器桶解不开数据库的密码 芬奇 你不是把密码写在一张纸上了吗 就在实验室碰到你的时候 对啊 我明明写的那张纸上的 但是字都消失了 芬奇 你写密码的笔是实验室桌子上的那只笔吗 当时我急着找笔 原来是这样 那只笔用的可是隐形墨水哦 隐形墨水 是什么 隐形墨水就是利用酸碱止试剂 在酸性或者碱性溶液中的颜色变化 让隐形的文字重新显现 就像柠檬汁里的化学物本来是没有颜色的 但预热后就会氧化变成棕色 隐形的字就会出现咯 所以 艾迪 我们需要一个加热装置来解开隐形墨水 我想我的装备能帮得上忙 只要把纸加热一下就可以让密码出现 这简直就像我们的魔术一样 最后十秒 十 九 八 七 六 快点 三点一四一五 九二六五三五八 九七九三二三八 四六二六四三三八三二七 恭喜你 密码通货 解除戒备 我果然是最聪明的人 我真是听到了这把声音 太好了 超鞋先锋 你们都是我的大英雄 我以后再再再再再也不会忘记密码了 原来密码是圆周率啊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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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食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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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勿家